接下来这则新闻也是基隆之光 第七届全国高中职学生太阳能模型车竞赛总决赛的成绩出炉 怪尔军由基隆二姓高中黑捷克及地蓝两堆包办 另外黑捷克也拿下了最佳技术奖 同时爆走了两项大奖 可以说是全场最亮的一颗星 外车车道的黑捷克 在全国一百一十五支队伍中一路过关斩将 在第七届全国太阳能模型车竞赛中获得冠军 我们准备这个比赛 其实我们准备从设计然后到制作车子 然后一直到轨道测试 我们前后总共花了半年的时间 有学习到很多太阳能车 像是里面的零件装配 然后还有制作 然后以及在测试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慢慢的去找出问题 然后来慢慢修正 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女生 好像不太有人会玩这个 可是该怎么讲就是 因为毕竟我人在机械科 看到男生都在玩这些 自己当然会有一些兴趣 亚军也是二星高中 机械科同学拿下 由这台取名为地蓝的太阳能模型车 以些微差距败给黑捷克 其实差这么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得到冠军了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因为有某些零件的损坏 所以不小心输给他们 还蛮偶的 其实我们坐这台太阳能车 跟他们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可是我们跟他们讲 就是所有的零件都不一样 全国太阳能模型车竞赛 去年二星高中只拿到亚军 今年更上一层楼 包办冠亚军和最佳技术奖 这次的一个太阳能车比赛 我们是从2008年的第三阶子 玩到现在 现在已经是第七阶了 这个太阳能车主要是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 玩太阳能车就是一群 不怕太阳晒的傻子 我们都追着太阳跑 所以那天的太阳真的是很大 让我们搭到我们的车子 状况摆出 我们甚至于跑到出轨了 然后再救回来 从胜部到败部 然后再从 再打回到胜部 然后最后取得到的冠军跟亚军 最主要是他们很用心 把所学的都用在这个机构 跟设计上面 才可以在这次全国的比赛 脱鹰而出 从去年的第二名 今年更加进了一层 到全国第一 同学在操场 组装的大型轨道练习 吸引不少人为官 这次获得优胜队伍 11月将代表台湾到澳洲 参加世界模型车大赛 预祝同学拿到好成绩 记者曾均云 采访报导